紫外線會改變細胞裏的遺傳結構 細胞的遺傳物質有四種成分造成功 A、T、G和C A叫Adenin T叫Phymin G叫Guanin C就是Cytocin A、T、G、C就是遺傳密碼 例如遺傳基因A、A、A、T、G、C、G、T、A、C 即是不同的排列組合造成遺傳密碼 如果現在遺傳密碼 這麼巧是T和T連在一起 例如A、A、A、T、T、G、C、G、C、A、T、A、C 如果中間有兩個T連在一起 紫外線可以將這兩個T黏得很緊 黏得很緊的時候 當細胞要增生 要將遺傳物質複製的時候 這個很緊的T、T和T叫Phymin Dimer 這個就會引出細胞的遺傳物質有改動 改動了 如果現在受影響的 叫做癌抑制基因 本來可以防癌的有機制 就無法發揮作用 所以皮膚癌 99.9%是因為紫外線引起的 或者是另外一些原因 就是我們皮膚吸收到一些致癌的物質 例如納青裏面有致癌的物質 以前英國人很流行那些屋子有煙囪 那些煙囪可以每年有些人去刮了煙囪 那些黏在煙囪的油和髒東西 很多掃煙囪的人 因為吸收到致癌物質就有皮膚癌 嗯 你好 嘢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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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